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心衰 心衰也是我们心理科住院最常见的疾病之一 它的在我们的住院人群里边往往排第三位左右 它仅次于冠心病高血压 那么心衰病人呢 大家都知道气短 走路都气短 腿肿了 或者躺不下了 它表现这个情况 所以心衰病人要么就是气短 我们说肺脏浴血了 左心衰竭了 肺浴血了 影响病人换气了 所以病人就感到气短 我们就端坐呼吸 这往往就是左心衰 左心衰 肺浴血造成的 有的心衰是右心衰 病人浑身肿起来的 这是右心衰竭以后 血泵不出去 就淤积在体循环 所以就表现为下肢 甚至全身的一个水肿 所以心衰的病人呢 我们知道 他蹦衰竭了 就收缩里减弱了 血打不出去了 左心打不出去了 瘀在肺里边 右心打不出了 瘀在体循环 造成水肿 那么大家知道 都是瘀血 一个瘀在肺里边 一个呢 瘀在体循环 血管压力高了 它往往一胜 就形成肺水肿 和周围的水肿 所以呢 它一个都是水肿 而部位不一样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相对来说 就是水多了 不是它的总水多了 而是它在水的分布均匀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沥尿 沥尿呢 沥了以后呢 它周围的体循环 水肿就清了 那么尿出去的多了以后呢 它往这个肺里边 浴血减轻了 就是水肿也减轻了 回心血量一少 心脏的负担 也就减轻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病人呢 症状也就减轻了 气端 病人就改善了 这个水肿呢 也就消退了 所以呢 从症来看 病人就情况好多了 所以这利尿治疗呢 往往是在病人发病的时候 就是急性发病的时候 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治疗措施